遗骨由弹领域展开,模仿术师暴打苏诺 哈喽大家我是麒麟 本节目接下来看《咒识回战》第249话 在遗骨和苏诺开打之前 视角切回了不久前的卷索一头 遗骨突然出现 一刀将卷索的脑袋斩下 却听卷索说道 会有人继承他的意志 遗骨眼神一致 果断呼唤出了李香来 果然如之前所料 失去卷索支配的居体 咒灵操处暴走了 无数咒灵喷涌而出 目标不是遗骨 而是四三逃窜 但遗骨也不能放任他们逃走 配合着李香拦截着豹子的咒灵 而这个时候 仅剩下一个脑袋的卷索 被一只奇特形状的咒灵 提着头发悬在半空中 向小金虫坠假的新规则 将天原和人类超重复童话的发动权 转交给了扶黑会 也就是如今的宿罗 处理完咒灵后 卷索中遗骨说道 这种程度的保险 还是得要的 我事前就和苏诺进行了继承仪式 接下来只要在作为基础的死灭会有种 将童话仪式的所有人改换 话说到这时 在那奇特昼灵躯体上 出现了一道婴儿般的躯体 仔细看能发现 脑袋一侧长着两只眼睛 一股一眼被认出了 那是天原大人 他毫不犹豫地一刀刺穿了卷索脑袋 但也没能阻止 婴儿般的天原躯体 飞离这片区域 临死前 卷索直言道 虽然不至于说 把一千年份的乐都享受了 胆子最后是和高瑜这家伙玩 真是太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 一股一定会很愉快的 时间线回到现在 赶回来的一股呼唤出了李香 一线一后将苏诺围在中央 可这时候的一股 脸上神情却很低落 看着苏诺正用反转术士治愈着伤势 他能察觉到 苏诺反转术士的输出 在逐渐恢复 苏诺能再次使出领域 应该也只是时间问题 不仅如此 日车先生也被打败了 而这都是因为 我没有留在这里 如果我留在这里帮忙 处境人之间的战术 会不会就能圆满完成了 对眷所的奇袭 叫个珍稀同学来 是不是也行呢 不 想到这儿 一股又将自己的想法给否决了 因为之后咒灵操树的暴走 要是没有李香的力量 很难遏制住战况 没时间多想了 决战继续 李香瞬间来到了一股一侧 用漆黑的手臂 像一堵黑墙似的 遮挡住宿挪的视线 而一股的刀 从黑墙中穿过 刺向了宿挪 这出人意料的一刀 但还是被宿挪反手给抓住 并且宿挪在手掌中 用微小的斩机 如链锯般保护住刀刃 这既能不触碰到刀刃 也能将其控制住 一股很果断 直接松掉了刀柄 换成拳头砸在宿挪胸口 给宿挪腹部的大嘴巴 都给打出血来 在趁这个时候 一股重新握住刀柄 顺势一刀横斩 被宿挪一个俯身给躲掉 一番近身博弈后 战局再次变成了咸后夹击 一股和离相的进攻 被宿挪以四只手臂分别接下 而此刻的一股 还在怪之刺激 全都是借口 是我想亲手了结眷所 才造成现在这个状况 全都是因为我 所以领域展开 真言相爱 一股的领域终于亮相了 领域的石井仿佛是一方剑种 地上插满了数不尽的刀剑 各处倾倒着残缺破量的十字架 而一股和素挪 正站在这些十字架上 被拉进领域中 素挪立马便展开了 迷絮狗龙来对抗 下一秒 一股的刀已经重挡灰了过来 素挪用手臂将这一刀给挡住 然而 确定的刀刃突然开裂 直接在他脑袋边爆炸了 这一场正是曾经误录的术士 鱼手罗蛋 因术士而爆炸的刀 粉碎在一股手中 但在其身前 还有无数柄刀 一股要在这个领域中 降着一切都划上句号 而素挪 在那一击下 脸上也挂了彩 分析着战况 原来这就是他的策略吧 在浮黑会的记忆中 能了解到这家伙的术士 是魔法 作为赋予在领域中的 必中术士 十有八九 是天使的术士 逼迫我不得不用一半手臂和嘴 来持续使用迷絮狗龙来对抗 然后在魔法 被视为只能在领域中 发动的无限制术士 来攻击 最后 再有虎杖的小鬼 用那直达灵魂的打击 来把我从浮黑会的肉体上剥离 看来被托付了重任了 没错 此刻的虎杖也来到了领域中 在这场激战结束之时 将由虎杖给宿诺 送上最后的绝战 好了 到这里 就是《周术会战》第249话的学末诺了 时隔一收的修刊 这一话的内容还挺不错的 首先交代了遗谷和卷所最后的交流 原来遗谷还处理了 豹子的周灵操述 才没能第一时间赶回来 以遗谷的性格 果然还是将这一切问题 都怪罪在自己身上 不会是前传主角 性格和虎杖一样温柔 让人心疼 当然这一话最令人意外的是 遗谷直接展开了领域 领域中的无数柄刀 就是遗谷能用无数次术识的武器 模仿乌鹿的术识 一上来就让宿诺挂了彩 就是不知道这模仿术识 在领域中是否能自由切换 要是能随时换成别的术识 那能玩的东西就太多了 虽然按照剧情走向 飞走的婴儿撞天元 显然不会无功而返 势必会引出下一个大坑 但也希望遗谷 能好好给高章众人掌掌士气 这要是再输下去 就真看不到希望了 好了 喜欢这次回战系列的 别忘记赞关注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麒麟 我们下期见